有两个人都想问,只有1211 有两个是有货的 Christy他205元和227元 都各有1000股 可不可以多坐一会儿呢? 可以 另一个是没有的 可不可以现价入1211 还是等到什么位置入? 先讲有那个,非常厉害 200元边和220元边 两注都在赚很多的幅度 我当你两注军价1211左右 现在是270元,手上都在赚60元 变成量化了三成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逆史 一定是很好的一个持股 所以我觉得绝对可以先拿着 当然了,因为从走势也是美的 你看到这一刻它慢慢都上回 上所有军战流上 甚至过去那两天你说回 但是也是回到刚刚那条10天线 又是弹得上去 整个格局开始是顺序排回 因为其实早过两个月 那时阿敏呢 我是一般的 就是早两个月 那时短期看淡了一点 因为一来那时走势就差了 二来当时供应链问题 还没缓解 但是过去那段时间开始都慢慢去抗好一些车股 因为一来很明显就是政策 还有整个工业已经缓解了 所以几样东西明显不同了 你看到现在的世界都一样 去上一些军战流上 开始顺利去排 所以绝对有条件可以看高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你也都是这么灵活的话 这么有一个利益在手的话 当然一来拿着线 看可能贪婚一点 有没有机会刺回三百边呢 那我觉得可以看着这些目标位 但是当然看着这些目标位得来 你可能下面定住个指站 或者是吃住一手 一千股一半的位置都可以 那我觉得你下面来说 如果定一个短线 吃一半的位置 255 就是前几天那些低位附近 那如果255这些位置是穿回来的 那你就先吃了一半 因为你现在2001的军价 你255去吃一半 其实你那一半都赚了整40元 其实是不差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定 如果不下降 那更加是看着 真的向着三百边这些位置先 但是至于没有货 一来我想看看你的策略是怎样 如果你这一刻入场是 货一个很中长线 不是不行 但是你预设它当中会是浪一点 因为始终由低位计 就是三月的第一 一百六十几 上到现在二百七十几 正是一百块多一点 上来的 其实是买贵了别人一百块 所以就很难说是否一下子再上 但是如果你说 短线操作 我觉得OK的 但是个位置会有少少不同 那我觉得 因为其实近 从五月中开始突上来 其实就破了一个环区 大概是二百四十六至二百五 这些位置附近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 如果一个短线操作 你这刻入场 可能真的穿二百五边 做一个指示 我觉得OK的 如果不穿也一样 看着Igon三百边 做个目标位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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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后患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